冷冬雪花飘 四月桐花白 白色的桐花散落地面 就像白雪覆盖一样的洁白 虽然疫情相当的严峻 到户外欣赏遍地的桐花 并且呼吸新鲜的空气 也是很好的享受 既然厢长今天在领馆处 呼吁大家在防疫的同时 也要到领道欣赏四月的桐花雪 这里是花莲领馆处南华工作站 平常进行管制的领道上 是种植各种树种 而最近地上却出现了白白的花 原来是园区内种植有200株 油桐树陆续开花了 白白的花瓣掉落地面 就像是白雪洒落 根据南华工作站表示 目前开花的状况大概是两成 预计再过两个星期 就是全盛时期 不过因为肺炎疫情关系 管理站会选择最盛开的周末 找时间开放给民众赏花 在每年的从三月开始 一直到四月份 就是油桐开花的一个季节 那首先呢 来迎宾的呢 就是大部分都是雄花比较多 那池花呢会陆续来开 那雄花开得到五到六成之后呢 那池花也陆续会开了 最多赏花期呢 也有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我们年轻呢 在周一到周五都是采开放的 在上班期间 从早上八点一直到下午五点钟 都是欢迎民众进来的 那从四月上行到中行这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会选择在花期最盛开的时候 会有两周的六日也开放 让游客进来来做赏花的 管理站不但开放赏花 还会教大家如何来分辨 铜花的雄花和雌花 铜花呢 原则上呢 它有是雌雄 是分株的 就是不同颗的 那我们一般现在掉下来 整朵花的部分呢 都是属于雄株 就是雄花 那雌花是长什么样子呢 很简单 因为它的花粉柱呢 瘦粉之后 它必须要结果 才有办法含有货带 所以说呢 它不会整朵掉下来 所以说呢 呃 雌花在掉下来的时候 都是一个花瓣这样子掉下来 你知道 它因为瘦完粉之后 它必须要结果 才有办法含有货带 所以说呢 它的整个的 呃 脂肪啊 就会留下来 就是花呢 就会留下来 所以说呢 呃 看到我们这样子 一整朵花的 我们呢 就可以知道它 它是雄的 是雄株的 手上拿的这个是雄的 对 但是底下看到 是单朵的都是雌的 这 单个花瓣 单个花瓣 对 那等下我们到里面呢 可以看到满地 是有一只单朵花瓣的 啊 那个就是雌花 除了简安箱 沿着重谷区域 包括了凤林 光复 甚至于是玉璃 副里 都可以看到白色铜花即将开放 如果很担心肺炎疫情 不妨到户外 一起来欣赏 铜花开放的美景 来放松一下 战略会简箱报道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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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完